今天是4月1号,中美撞击事件22周年 先说我的观点啊 咱们中国人近200年的历史啊 说明了一个道理 一个手里没有刀的民族 一个没有使用武力决心的民族 他就没资格爱好和平 说三点啊 第一个,当年的这个撞击 对中美两国来说都是一个意外 美军的EP3啊,撞击之后受伤了 跟着咱们的战斗机降落在咱们海南某机场 那么在那之后呢 中美双方就开始谈了 咱们解决这个后续问题啊 是吧 在这期间,美军的特种部队就做了战斗准备 制定了战斗方案 他们准备在中方啊 没有在美国给的限期之内交换机组的话 用特种部队突击咱们那个海南某机场 强行把他的机组给带走 这是美军特种部队的作战样式之一 就是所谓的敌后营救 那么你要知道 咱们那个机场可是军用机场 他要进来 不仅要突破解放军的防空权 还要和驻防当地的解放军海军陆战队交手 但是美军就要这么干 后来是因为中美双方啊达成了解决方案 美军这个作战方案作战计划不必实施了 很难想象如果当时没有及时谈好的话 会发生什么 第二个 美俄不是刚刚装机吗 咱们看看美国怎么对付俄军的 黑海装机之后 美军无人机立即改变了军事侦察飞行的这个路线 更加远离克里米亚半岛 当然了他被俄军干下去那个是个无人机没有人 假设有人一个机组迫降在克里米亚 即便是现在俄乌冲突这种情况下 你认为美军敢用特种部队突击俄罗斯的机场吗 我们退一步啊 我们不说特种部队营救的事 我们就说撞击之后 美军的表现 中美2001年撞击之后 美太平洋司令曾经建议暂停对中国的军事侦察飞行 没有被采纳 但是美军继续对华进行军事侦察飞行 当时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说 如果暂停就是对华示弱 那么为什么今天他对这么虚弱的俄罗斯 他依然要改变军事侦察飞行的路线呢 两方面 一个是01年的中国军事实力不行 一个是现在俄罗斯虽然虚弱 但是他使用武力的决心不虚弱 第三个啊 我很怕有些视频啊 网友你也偏了 我做了20年的军事媒体 我从来不鼓吹战争 但是大家要知道 战争找你不是以你喜不喜欢他为标准的 而是以你有没有足够的实力 应对你的对手为标准 那么对手在军事上如果找你麻烦的话 他死得更惨 那么他悍然军事打击你的可能性就低 爱好和平的民族 手里必须有刀 对付豺狼必须有敢于使用武力的决心 否则你就没有爱好和平的资格 抖音